剛剛聽到一些畫作 這些畫作如果被詛咒的話 通常都沒有人敢要 可是美國有一幅畫作 這幅畫居然被詛咒了 可是卻在網路上面 高價能夠賣得出去 韓濱 這是什麼樣的一幅畫 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個畫 你看 會不會覺得有點詭異 兩個小孩 另外那個不是小孩 那個是個娃娃 那不是真人 是個娃娃 這個是一個Bill Stonehan這位作家 畫家畫出來的東西 那他當初畫出來的時候 他其實認為這是代表他自己 大家你看 就是他後面 這個小男孩就是他自己 小男孩 旁邊那個是畫像裡的娃娃 那個是畫像裡的娃娃 那這娃娃是幹什麼呢 他是夢幻跟現實兩個進階之間的死者 他能夠穿梭這兩個世界 那個玻璃門就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屏障 後面你看那麼多手 就是其他從另外一個世界 夢幻的世界要來的其他生命 然後這幅畫叫Hence Resist Him 什麼意思 就是用伸手去抗拒他 就是他抵擋在這個 兩個現實跟夢幻之間的世界 那這個再來講是個人色彩 很濃厚的一幅畫 那我們不會覺得說他有什麼特別 但是問題是所有人看到這幅畫 都會覺得很詭異 這個作家他後來就把這個畫交給一個畫廊老闆去陳列 然後拍賣 然後後來也賣掉了 可是這個畫後來就失蹤了 對 連Bill Stonehen他也不知道這幅畫跑到哪裡去 但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 當時看過這幅畫的有一個洛杉磯時報的評論家 然後還有這個畫廊老闆 都在一年之後都死掉 這麼嚴重 對 那後來這幅畫流落到哪裡去呢 他流落到一個釀酒廠 一個廢棄釀酒廠後面的一個空地上去 然後被人家撿到 撿到的這個人呢 他撿到沒多久之後 就把他拿出來賣 在意趣網美國很有名的一個拍片網站上 就把他拿出來賣 他為什麼要拿出來賣呢 他在網站上也有說明理由 因為他當初撿到的時候 覺得這幅畫很棒啊 畫得很好啊 就是一個創作嘛 對啊 那他也覺得 這個是蠻有水準的一個藝術作品 然後就把他撿回家裡頭去放著 可是放得沒過多久呢 他突然聽到他的小孩子 他有兩個小孩子 一個一歲一個四歲半 然後聽到兩個小孩子跟他講說 爸爸爸爸 那畫裡頭這兩個 那個小男生跟娃娃 每天兩個人都在吵架 一到晚上就在吵架 他說這小孩子同言同語吧 畫裡頭怎麼可能會吵架 然後他說 甚至他們還看到他們到晚上 他們兩個都會跳出來 然後他就想說不可能吧 然後後來為了要證實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 他們就去裝了紅外線監視器 然後他還裝了動態感知器 就是萬一有東西一動的話 那個攝影機就會開始攝影 就把那個東西錄下來 結果你知道他錄到什麼嗎 他後來真的錄到 那個小男孩好像又從畫裡頭 跳出來那種感覺 什麼你說畫裡的小男孩 從畫裡面出來了 要跳出來 而且被攝影機給拍到了 因為動態感應器 如果你沒有東西動 他早來來講是不會錄影的 對 結果就是因為感應器 感應到有東西在動 然後結果他們看到那個畫面 是那個小男孩 要從畫裡頭跳出來 所以他們都嚇壞了 嚇壞了之後 他自己講說 他根本不相信什麼超市的現象 不相信什麼優服 他覺得根本沒有這種事情 可是他自己看到這個東西 想一想算了 他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那幅畫會被人家 丟在空地上沒人要 他還是趕快把它拿出來賣好了 所以他就標價199 就在網路上賣 結果一賣呢 短短沒幾天時間 拒絕了一萬三千人 去瀏覽這個網頁 他還著名了這幅畫的來歷 但是卻有這麼多人 想要買這麼樣的衣服 大家都來 都在跟他研究 然後還幫他出很多主意 有人就說 你家裡頭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現象 是不是會發出很奇怪的臭味道啊 是不是有人在你家走來走去啊 是不是會出現很多 奇妙的那種超自然現象啊 然後 甚至還有人就叫他 建議他去驅魔啊 或做那種祈禱儀式啊 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 因為建議的人實在太多了 有三十幾個人寫信給他 然後還有七封Email給他 傳說他 告訴他應該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到最後他還特別在網路上澄清就說 他覺得這個就是一幅普通的繪畫 那所謂的超自然現象 他到現在還是不相信 他覺得可能他當初錄到那個畫面 只是錄影機出了什麼狀況 他也不曉得 然後希望大家不要 就是信以為真 那但是問題是 很多人也跟他反映說 他們家的人看到這個之後會突然看到這幅畫 就在網路上看到他這個畫像而已 就突然昏倒 然後有的小孩子會突然間尖叫怪叫 發出很奇怪的哀嚎聲 然後很多人看了之後會頭昏身體不舒服 然後他說如果有這種現象的話 那他只能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 你不要把這幅畫當作你的電腦的桌面 就是你盡量不要去看到他 第二個千萬不要讓青少年跟小孩子 去看到這個東西 他只能這樣建議大家 因為他覺得說還是不太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但是問題是呢 就是看到這幅畫的人 其實大家反應都不一樣 有的人就覺得 這只是一幅普通的話很好 沒有怎麼樣 有的人就覺得 實在太奇怪 我還是不敢看 根本不敢看這個東西 問題是呢 他本來一開始起標價是199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他最後標到多少錢 標到1025塊美金 哇 多了快十倍的錢 就直接在地上撿到了這個東西 居然賣到這麼多錢 將近三萬塊台幣 差不多三萬塊台幣 所以他自己很驚訝 然後他就寫信告訴大家說 這幅畫拍賣就到此為止 那希望大家不要再多做聯想 因為他覺得都沒有這些事情 那你如果願意競標 他就表示你承認是他的藝術價值 他不希望有任何 因為這個是有這種超自然現象 或這種奇怪的問題 你只是為了好奇去買這個東西 他是千萬不建議 那 現在就連本來的作家 Bill Stonehand這個人 他在他自己的網站上 也同樣再次陳列這幅畫 他下面還註明 就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隨時可以重新再幫你 重新畫一幅同樣的畫給你 那現在這幅畫在網路上 已經非常爆紅 非常多人在流傳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想 親眼去一睹 然後試試看 他到底有沒有傳說中 這些奇怪的魔力 超自然現象的話 大家搶著藥呢 可是啊 如果你家隔壁發現炮彈 飛來飛去 戰鬥機呢 可能炸彈都要丟到你家 你會不會緊張呢 這樣的場景 現在發生在哪裡呢 中國大陸的雲南呢 廣告回來 我們來告訴你